雷歐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 阿茲特克人對上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是 軍法3的黑森林比賽 OK 居然單挑出現了黑森林地圖喔 就在正式比賽中 算是比較少見的選項 今天在正式比賽中 大家可能不太喜歡阿拉伯這樣 不是阿拉伯 封閉地圖 黑森林 所以黑森林地圖比賽來說是比較少見的 那黑森林地圖就是大家 可能我們台灣人比較熟悉的這個玩法 畢竟以前網看 大家都是打這個黑森林 開電腦 一個人打7個電腦 然後把這個黑森林的石頭全部維持 回憶有限 當時的AI這個處理的效果比較差 是顯得有點笨笨的 但現在AI是非常聰明的 好 我們回到比賽中 看一下哈特這邊是選擇了阿茲特克 開局讓大家兩隻聰明過來維加 道特這邊是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 這邊是打這張地圖 應該就是戰車流 黑森林 開戰車 好 那道特這邊是沒有打算去維加 回來稍微退一下路 那整體來說 黑森林的打法阿茲特克這裡也是有反制方法 阿茲特克這裡也是有反制方法 阿茲特克要出生旅 然後點救出思想 也可以反制波西米亞戰車 那有沒有可能到的是打一個火槍流呢 不打戰車 直接打火槍 那這樣的打法 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上城堡時代 才可以去蓋下大學 然後再研發化學 那城堡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在升級城堡時代的時候 挖出移動城堡 只要蓋好城堡就可以出戰車 那不管怎麼說 兩邊這個打法都有自己的一個烈優勢 那以哈特來說 打波西米亞的戰車流應該是比較好檔 那阿茲特克的生旅呢 是每點一個修道運科技都會加五滴血的文明 所以哈特這邊是打生旅戰 應該是相對具有優勢的 那波西米亞則是要輪到地龍時代 點下金光技術 不是派改革阿 才可以讓自己的生旅 不需要消耗黃金 還有研發科技 直接變成只消耗肉 就可以獲得很好的良好的經濟 好 哈爾特這邊是用自己的肉碼去打天空熊 這個英雄 有兩隻 稍微秀一下 好 把那隻豬拉回來 好 兩邊都是打一個直層 到頭這邊是打了一個22P 加2 這一個直層 唉唷 這邊收村 村民益次元 移動速度 直接移動到了右邊 好 右邊還有果子 還有一頭豬 但是這邊的熊有點多阿 阿熊也太多了吧 好 左邊的話是兩個修道院 啊就是修道院 這個聖物 這樣比賽的阿拉伯地圖是相對平衡的 所以兩邊的地方都會有正常三個聖物可以拿 好 道德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哈爾特這邊是26加2 這裡有可能是要打一個速地嗎 26加2加2是有機會可以速地的 道德這邊是直接補下了大石牆 哈爾特這邊升到了封建時代 補下了4級跟兵工廠 哈爾特這邊升級 是應該要來打 欸 沒有刀石頭 所以有可能是走火槍兵路線喔 還是要來轉打速地呢 那要轉打速地的話 兩邊就會變成焦灼戰了 好 那哈爾特這邊是補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經濟是7個人挖金 可能也不是要速地 這個資源量分配來看的話 他這個資源肉應該是不太夠的 好 波西米亞上了城堡時代 先開下了城鎮中心 剛剛賣了100石頭 所以現在經濟有點差 只能雙TC開農 26村打哈爾特28村 現在道德是提倒深時代的關係 村民會稍微落後一點 好 直接補了一個大石牆 但是這邊大石牆也借尖反映出 自己也沒有想要 早期決戰 那哈爾特這邊是補下了 投資車跟修道院 好 身頭 往前壓 那道德這邊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邊是 要來挖石頭了嗎 買了100石頭 繼續開TC 開在右邊實況的地方 OK 這場比賽有趣了 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 黑森林地形的單挑 好 阿拉伯決定是雙TC 然後 邊打邊擾 出投資車 好 生侶 開始解生物了 好 但是 波西米亞這邊也是解的差不多 好 最後投資車直接砸死肉吧 好 石牆在這個位置 馬上就要被打破了 到頭有什麼想法了 這邊繼續按村民 決定用聖旅去防守 好 趕快來開礦 先穩定黃金量 才可以把聖旅穩定的出 好 點下來救贖思想 這樣就可以招傷敵方的投資車 這邊要特別小心哈特的老鷹 因為哈特的老鷹是打勝利與有外增傷效果 而且有抗招想的能力 好 哈特直接把神聖思想給退款 時間改成了賭罪思想 這樣才可以招想敵方的僧侶單位 OK 招想到一台投資車 直接找到右方的村民 這邊蓋均勻的 村民直接倒地 兩台投資車被招想 哈特的僧侶要倒地 好 第一台被掉掉 互換成功 三台投資車成功解除 第一波招戰 道德拿下了 自己的僧侶優勢 還要把三台投資車給解掉 哇 哈特這邊 打得有點尷尬 雖然即時補下贖罪思想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 對手招想自己的投資車 好 哈特這裡是 繼續補下了僧侶科技 虔誠科技 跟總教狂樂 而且自己的贖罪思想 也已經研發好了 僧侶我也可以招想 現在我有僧侶上的蘇龍瑤優勢 好 趕快去招想老鷹 突然老鷹要戳掉自己的僧侶 結果老鷹直接叛變 刀手這邊優勢非常巨大 僧侶被招想的直接叛變 這也要自滴嗎 把老鷹沒有自滴掉 回頭繼續招想 所以三隻僧侶都在CD了 先招僧侶又叛變 現在自己有虔誠科技的關係 暫時不會有事 好 結果這一隻僧侶也進入了CD時間 兩邊都成功招翔 但是最後是由DOT招翔成功的樣子 所以這個僧侶現在無所事事 沒有辦法做出其他事情 哇 這個老鷹打僧侶是真的痛啊 一槍死五滴 兩槍一隻僧侶 神聖思想的話是三槍 好 這邊三TC弄得很開心 城堡也快要挖出來了 這邊僧侶壓制好像快沒有優勢 好 這裡趕快按老鷹 老鷹按多一點的話 就有機會打得贏 這裡趕快反召一下 偷射 這邊DOT開始有點失誤 但是還好 又賺到了一台偷射 換掉這隻僧侶嗎 僧侶直接往前走 附下了更多的僧侶 往前 神聖思想 稍微能注意一下 還是要來先抓一下這個軍銀呢 哈特這邊是雙TC 點帝王時代了 看一下這裡 哎呀 被戳掉了一隻僧侶 第二隻也倒地 生女這邊倒地的速度很快 老鷹打生女就是這麼的痛 好 城堡這裡補下了一根 帝王時代也準備要升級了 現在肉已經不太夠 看要不要用買賣的方式 直接買上層了 好 買賣一下 賣了兩百囉 下了帝王時代 阿特這邊是最會出老鷹 那以現在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阿茲特克可能還是有優勢的 但是Posimia一到帝王時代就有榴彈炮還有戰車 雖然阿茲特克還是能反擊 但是DOT這邊是3TC的關係 經濟層面上來說 是比阿茲特克更具有優勢的 而且後期也有這個工程器 這個主動權 阿茲雖然也有頭史特 但是他並沒有辦法去阻止火炮 還是只能靠生女 那以生女戰來說的話 資源消耗阿茲特克可能會更兇猛一點 畢竟Posimia 帝王時代有國賽改革了 後期的生女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需要肉類就可以了 所以打到後面消耗戰來說 阿茲特克這邊只要被消耗過多的黃金了 短就會打輸了 所以上到帝王時代對阿茲特克來說 可能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老鷹了 老鷹 帝王時代阿茲特克的爆老鷹速度非常快 最近他有均勻的生產速度加成 爆老鷹 南美洲文明 阿茲特克是第一名 好 這裡是直接鬼轉火槍 化學 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的關係 所以事件廠就可以出火槍兵了 這裡點下了異端邪說 阿茲特克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跟騎士思想 右邊這邊稍微圍了大思想 避免被老鷹飛進來偷家 老鷹過來看一下PC的部分 這裡看起來蠻 蠻穩的 應該是沒動 好 火槍過來擋一下 有火槍的話阿茲就很難受了 這就是科技上的優勢阿 好 道德現在 轉出了 印刷技術 神絕陣字 啟示思想 聖旅的三大技術 都補下了 那聖旅戰來說 最關鍵的東西就是 神絕陣字跟印刷技術 這兩個只要優先點下去的話 利用了時代的招響就會變得輕鬆一點 好 這裡哈特轉出了巨型頭11 準備工程 那這裡趕快轉一個火炮出來 這邊是裝工程器製造所 出火炮 有火炮的話 哈特的巨型頭11 就不太好工程了 這裡火槍兵有點被招 想要直接手點 生侶嗎 但後面的城堡很痛喔 好 都被點掉了幾隻 好 三權陣字終於點好了 現在有火槍在的關係 鳥魚不能隨意亂飛進來 好 這裡有火炮 是優先進攻 巨型城堡 巨型頭11 右邊一台應該可以點掉 巨型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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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點下 巨型頭11 應該是沒有辦法點的 先點下一個專瓦技術 手手指陣跟城堡 城堡 城堡掉了 後面巨型頭11 可能也要出事 完蛋完蛋 好 火炮趕快去往左邊攻擊 巨型頭11 巨型頭11 趕快架起來 這個火炮可能會被招搶 小心 道德好像沒看到 被招搶到 直接自理火炮 導致這邊的細節處理的很好 哈德看到這邊是有非常多的火槍兵 開始轉戰矛 阿茲的銀貫技術紫矛器 可以增加戰矛兵的一攻 還有這個一攻的射程 所以他的體質來說是帝王戰矛的體質啦 雖然血量上沒有比帝王戰矛還要多 但是以實用性來說 所以指矛器也算是能用 哈德這邊兩根射堡直接被拆除 正面完全崩潰 老英也不敢往前飛 導致這邊是轉出了馬凱科技 哇這邊哈德全面崩壞 老英往前就被火槍給處理 這裡看看要不要用僧侶去招香火槍 但火槍數量實在太多了 好到達這邊轉肉馬 開始要來抓用心起兵 去抓阿斯特克的生女 好這裡開始反推 好撲下了跟蹤技術 火槍往前 直接開射 我們這個生女的血量是真的多啊 75滴血 最後只倒了一隻 好巨型頭11也被解掉了一台 哈德這邊戰寶兵能夠即時轉出嗎 但是哈德直接打出了聚局 我們恭喜道特 拿下比賽的勢力 哇道特這一波打法相當精彩啊 波西米亞上個大死牆 然後使用了3TC 開弄 先用生女轉出了救贖思想 把三台偷使者的潛牙直接解掉 然後轉出了贖罪思想 神聖思想 宗教基 這個宗教狂樂 直接把哈德的生女給反制了回去 雖然哈德上的生女血量上有優勢 但是以單純生女戰來說 血量並不是重點 畢竟是兩邊互相招來招去的 但生存能力相當好 但是只要道特前期不出肉馬 生存能力的優勢 可能就不太明顯 那道特這邊是很穩定 升到了帝王的時代 轉出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火箱兵衣出來 老鷹的威脅也就消失了 只要哈德後面 再繼續轉這個戰毛兵 雖然說是能打 但是只要遇到後期 轉出榴彈炮的波西米亞 戰毛兵也是沒有主動選 還是要靠生女配戰毛 還有這個老鷹的搭配 才有可能打給你道特 但是我們又講到消耗戰的部分 波西米亞後期的胡斯派改革 不需要消耗這麼多黃金 省下來的黃金都給工程器 哈爾特到了帝王後期 一定會被黃金消耗殆盡的一個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文字幕 Vielen 師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